大家關心 下禮拜就是中秋 中華出名賣兩人數的店 為鼓勵七月起 開始有很多人來這裡排隊 越來中秋生理越好 也有一些沒太過激烈的症狀 因為幾點人 沿著車路在排隊 洗幾個人 整個車路 也還有公車站牌 都全人 也去董德國車站牌 公車如果要挖客站 很不便利 另外也有很多人想要公車 同樣感覺很不方便 他們去大家旅行 出名的兩人數店 在兩頂上 人排很長 不過店門口剛好就是公車的車牌 這個圍繞去來排隊買東西的人 去漸漸 公車如果要入棧 這個圍面看到實在很危險 買一個公車的民眾 他們才有瞬時來鑽車 不過這個路就是這麼小 要不要陷來這裡買東西的人 這樣燒客 民眾是這樣幾百多歲 公車的地方就像這樣就賣 對嗎 有一點危險 對呀 大家要注意一下 看來買兩人數的人 他們的車牌這樣穿柴艇 近乘如果發現說危機 就趕快把它打開 是說在這個附近的店家 他們做生理也不簡單 這個人條就是人條 這樣到底有影響嗎 看這個店家的表情 就隨便一切了 多少啦 但是對生意也是有幫助 低減啦 他在中間都能掛過來的賣賣 當年到中秋 這間兩人數點 就會再來 重演一次 這款買票的亂象 如果今年的人條特別擠 對中華中山路的天球 的野兵 做法山 整路一直排到 英安家那裡去 雖然說在野保 兩點半才開始開門 不過早上要不到10點 就已經排我買500人了 排隊很長 有200公車那些長 這樣來造成交通的亂象 警方也有派人來加強管理 要來維持損失 警方協調店家 以發放號碼牌的方式 減少這個排隊的一個人潮 至少你不用在那邊晒太陽 對 然後也比較安全點 麻煩把守護 就怕會去造成這個台鸞 點多時間 一個高度 趕快回家 發給媽牌了 趕快讓這些排隊的人潮 趕快消散一下 等開門之後 再拿牌來出發就可以了 不過到野保的時候 還來典費現場 這個現場是優惠這樣 如蒼蒼 造成我們 保護鄰居不方便 就算說這個店家 已經改變以前的做法 在開門進行 就先來修改交通 不過在野保 營業後 現場就優惠失去控制 這種排隊的亂象 強行就要損到中秋以後 又不是窮流 計較綜合報道 C. 北斗